各位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溢解 轉錄有關的分子 轉錄 轉錄即是問什麼呢? 轉錄即是問Transcription Transcription 其實涉及到什麼分子呢? 這題目是71%答案 過去2012年 其實都講過類近的題目 都是用同一幅圖畫的 所以這幅圖畫 對於理解Transcription Translation 轉錄轉譯是非常重要的 這題目是問 究竟與轉錄有關的分子有關的 究竟是哪些呢? DNA就很明顯是 轉錄時有關的分子會產生MRMA 所以MRMA就是 但如果你是Amino Acid 氨基酸的話 其實是涉及Translation轉譯 所以你很明顯看到一個 答案呼之欲出就是DNA和MRMA 而整個想法的做法就是 隔開Partition Transcription轉錄在細胞裡面發生 而轉譯在細胞汁裡面發生 你弄清楚這方面的資訊 其實不會影響到你選擇的選項 亦都很快地選擇一個答案 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今天的分享 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 溫這幅圖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聽聽那個理解解釋 你就能夠快速地 掌握到溫書的技巧 方向和技巧 今天分享就到此為止 拜拜